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各位转发 关注和点赞 以及收看的朋友 谢谢大家 今天我们聊一个关于太极拳的一个练法 在我们前面有很多朋友提出了给我一些留言 说太极拳一个人能不能练黑手 要不要练黑手 这个问题回答是很明确的 我们以前也进行了答复 非常明确 太极拳在练套路以后 我们说有招熟那权论上说有招熟到董静到阶级神明 那么有招熟到董静 招熟到董静怎样才能到董静 那就通过推手才能到董静 那么推手是有人的情况下 我们以前聊过的 练套路是知己的功夫 推手是知彼的功夫 知道对方的功夫 那么知己知彼方能摆战不殆 那么现在我们说的这个 今天我们聊的是 我们一个人 原来有一个朋友说 一个人能不能练推手 我的回答呢 一个人是不能练推手的 因为你不知道对方的近视怎么样 在我们平时练这个套路的时候 我们感觉到自己的各种气数很好 可是呢 你不知道当对方一个人 一百多斤压到你身上的时候 压到你手上的时候 他的感觉是什么 民歌聊太极 谈时不谈戏 我们不谈理论 那么这个一百多斤到你身上 你的感觉怎么样 你不知道 你怎么能进行对抗呢 所以说太极拳必须通过推手 那么今天呢 就是说你不不推手是不行的 不能到董金 那么所以有的朋友原来问过 一个人能不能练推手 我的回答是不能 那么今天呢 我给大家介绍一种 自己练 不是练推手 而是为推手做准备的一个方法 叫搬运法 搬就是搬东西 运就是运输的运 搬东西的方法 搬东西的方法 搬运法 搬运工 就是搬东西的 搬运工 搬东西的 那么这个方法呢 是为什么呢 是为推手做准备 我们在学了套路以后 那么没有学推手之前 一个过渡的一个阶段 想学推手的朋友 那么或者你已经练推手的朋友 也可以用这个方法 来提高自己的推手的水平 那么这个方法呢 是很简单 这个搬运法 我们可以搬任何东西 在搬运这些东西的过程当中 当然是我们假想的东西 不是真正的搬运货物 搬运真正的东西 而是我们在身体 我们的身体在做一个搬运货物的动作 那么 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 假装的 就是假装的 pretending 假装的 假装的 动作 我们比如说 我们要搬一把椅子 我们搬一把椅子 搬起来 搬起来 走 然后呢 把它放下 放稳当了 这是一个什么呢 这是一个假想的 那么这个搬运呢 我们跟大家介绍这个方法呢 就是搬运 比如说 我们这个方法 主要的一个方法呢 就是你可以搬任何东西 我给大家建议的呢 是搬远处和近处的楼房 比如说 我们现在站在这里 那么那个地方有一个房子 我们假想这个房子 我把这个房子缩小 缩小到我手能搬得下 把这个房子搬过来 搬过来以后呢 然后把这个房子放下 不行 怎么 它砸到我的脚了 我要把这个房子搬过来 然后放下 放下的时候 因为你放下的时候 你像这样放 它不是平的 你要把它平平的放到地上 这个身体都要配合你的意识 你的放的时候 你的周身要配合它 放在地上 那么放在这个地方不合适 我要放在换一个地方怎么样呢 我把这个楼放到这个地方 然后放下 起身 我再去搬一个 这边有个楼 那么这边有一个楼 我们把它搬过来 搬过来 那么我们把这个楼搬到放在这个地方 我们也可以放在什么呢 我可以放在后边 这个地方 我可以放在后边 我也可以放在前边 那么在我搬这个楼的过程当中 也可以使这个楼呢 改变一下方向 比如说这个楼 我搬到 搬到这一个楼 这个楼搬到这里以后 我在空中 我把它 像一个纸盒子一样 这个楼 它就是一个纸盒子 很轻 我把这个楼搬到这里 我可以把这个楼竖起来 也可以把这个楼翻过来 也可以把这个楼吊过来 我可以把这个楼倒过来 我可以把这个楼竖着放在地上 那么 这一种方法 好 这里大家注意两点 可以把这个楼翻过来 放在地上 可以在搬运的过程中 把这个楼换一换方向 然后放下来 好 这是一个搬楼的两个点 一个点是搬过来 放在地上 一个是搬过来 竖起来 横过来 翻过来 把它倒立 换方向 这两个点 这是搬运楼 那么第二个方法 是推楼 你看这个楼啊 很大 但是我们假想 它底下是有轮子 我们可以把这个楼 推到很远的地方 我们假想 我们的手 是能够到 是能推到远处的楼房子 远处楼房 我们是能推到的 房子 远处的房子 是能推到的 我们推这个房子 我们往前一走 这个房子也跟着我们的手 往后去了 往后去了 然后我们回来的时候呢 这个房子也是跟着我们的手 一起回来 我们把这个房子 推到远处 我们再把房子拉回来 你如果你的周围有楼房 有大的 长的 有宽的 有窄的 那么你可以根据它的形状 搬过来 放下 放下 然后放下 推这个地方 我可以换一个方向 推这边的楼 我可以推前边的楼 好 这个方法 我在很多年以前 每天推一个小时 推一个小时 它呢 是在没有套路的情况下 就是不练套路 只练这个 这个呢 为推手 学推手之前的一个准备 或者你学了推手 一个提高的一个方法 因为很多朋友问 说 一个人能不能推手 原来我就回答说 我说你不能学 一个人不能练推手 那么今天我告诉大家 这个方法 是一个人 练 这个用这个练这个 练这个搬运法 对推手是有好处的 它协调全身的动作 好 那么现在 我讲的这个方法 大家可以每天 进行一个练 练推楼 练搬楼 或者我练搬一个 搬一个重的东西 搬这个东西 走放下 放下放下 轻轻的放 不要把它摔烂了 这种练 那么这种练法呢 它的好处 很多 用你说明格聊天 不谈理论 只谈实际 告诉你怎么做 你照我这样说的去做 这里边有一个前提 第一是放松 不是用力 但是 我们是用用力的 想象 我们身体 要想象是用力的那种方式 我们在我们搬很重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结构是什么样的 我们要到达 达到那个状态 但是我们不用劲 我们不用劲 但是我们要把身体 做出用力的状态 从头到脚 都是用力的状态 我用力了 我必须要是这样 我就是得这样 做出用力的样子 也就是做出样子 其实呢 我们用白话说 明格聊天机 是不谈理论 只谈实际的东西 大家呢 用这个方法 来每天 进行一个断练 我推这个汽车 我推走 回来 把这个汽车搬过来 看一看 我还可以看看这边 然后我放到地上 你看 我放到地上的时候 我是蹬下去放的 我不是说撂下去 那么 好 那么 这种方法 本来我是没想说 这个说明格聊太极 这个初心 就是帮助大家提高太渊的水平 我们不讲理论 很多朋友非常热心 给我讲很多理论 写了很长的篇幅 非常感谢你 非常感谢你 明格的聊太极的初心 是把理论的东西 翻译成白话 告诉你怎么做 来迅速的学会太极权 就是一年 就学会太极权了 三年就要有小成 只有这样才能学会 如果我们每个地方 都很长一段理论的话 这个 应该说是学不会太极权的 学不会太极权的 或者说很难 或者说就十年不出门了 那真是十年不出门了 那么呢 这个方法希望呢 对大家有所帮助 喜欢的朋友呢 你可以照着明格今天 讲的这个方法去做 楼搬过来 放下 放不合适 这样放 我搬到这边吧 就是这种方法 好 那么 希望对大家呢 有所帮助 大家可以按我说的方法 练一练 这个 你感觉不好 你就不要练 感觉好 你就练 这个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的转发 评论 留言 谢谢大家的点赞 谢谢大家的收看 好 明天再会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